大家好,我又来分享美食了 今天做一个我从小吃的大的包子 真的是小时候的味道 首先我们从和面开始 500克的面粉中加入5克的酵母粉 5克的泡打粉 5克白糖 用270-290克的温水来和面 搅成大面絮状 加入10克的猪油 然后揉成团 我们盖盖给它醒上一小会儿 大概5分钟 5分钟以后再来揉面 面就会变得很光滑 这时候密封醒发至两倍大 接下来我们准备些好的浑香 控干水分把它切碎 切好的浑香放入盆中 锅内放油 把提前浇好的猪肉馅放进来 这个馅料最好是有肥有瘦的 加入少许的姜粉 少许的胡椒粉 加入少许的老抽 增加颜色 再来上一到两勺的豆瓣酱 翻炒均匀 注意要这个馅料不要炒得太老了 只需要变色即可 炒好的肉馅稍微给它晾凉 放入浑香中 多来点葱花 加入花椒粉 鸡精 来上半勺料油 翻拌均匀 馅料就制作完成了 这时候面团也醒发好了 取出来反复搓揉排气 这个二次揉面团也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把面团反复揉搓 揉到面团看上去特别的柔软 表面光亮亮的 这样就揉透了 揉好的面团搓成长条状 下成等分的面剂子 这个面剂可大可小 我一斤面粉大约做十四五个薄子 切好的面剂 我们再次给它揉成小圆球 撒点干粉防粘 直接压扁 黏着边缘擀开 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面皮 拖起面皮打馅 多放一点 大约四勺馅左右 然后用自己喜欢的手法包成包子 包子好看不好看没有关系 好吃即可 包好的包子稍微给它转一转 让它形状更好看 放在锅内 二次醒发 大约十到十五分钟 看一下这包子醒发的状态 轻轻压边缘立马回弹 就可以开火蒸了 先把水烧开 中大火蒸上十五分钟 好吃的包子即可出锅 掰开看一下里面的馅料 真的是好香好香